震惊!当红女星竟是北市最大酒店小姐! 女星蔡允洁、蔡小杰,日前和妈妈录节目畅谈重男轻女的议题,小杰妈坦诚已把财产过户给两个弟弟,女儿一毛都拿不到,而蔡小杰更爆说,妈妈有一个在台北市最大酒店当妈妈妈桑的朋友,透露小杰能做轻的,而且月入50万, 让众人感叹小杰拿不到财产,还要被妈妈推入火坑,而小杰妈更爆料,其实有一个当红女星就曾在妈妈桑旗下当小姐 由!Sanlia 1, Television Co., Ltd.提供 蔡小杰日前与妈妈录麻辣天后传,蔡小杰透露自己其实跟妈妈十年没联系,感情曾不合同, 更抱怨妈妈偏心,而小杰妈也坦言重男轻女 因为小杰妈曾被自己的母亲逼迫先放弃财产,她不想让小杰面临一样的状况,所以就先分配好财产,把房,车给哥哥,股票,基金给弟弟, 只是没想到小杰妈一毛都不给女儿,仅表示已给女儿生了一副好身材,样貌,所以小杰可以自己赚钱 更以蔡家的传统表示,为何家中都会虫男轻女,就是怕自己死后没儿子碰豆,更料虫话说没儿子碰豆会死不瞑目 由 除此之外,蔡小杰更爆料妈妈曾询问她是否有下海的意愿,更向现场来宾说,你们有想过,妈妈亲口问女儿这件事的感受吗? 不过小杰妈强调,她只是想鼓励小杰在演艺圈打盘时不要气馁,因为别人还愿意出嫁每个月50万,要小杰知道自己行情其实很高,不是推女儿入火坑 小杰妈更爆料找她下海的,是台北市最大酒店的妈妈桑,有很多一线女星都是在妈妈桑那边坐的,更像主持人历经爆料某位当红女星的身份,让历经张大口认证,现在很红 小杰妈也感叹该女星如今成功洗白,但很少人能全身而退,女生一旦进去,不可能像那位红星那么幸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